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複合公牙鑽頭篇 今天所介紹的是一個複合型的工具 所以它是屬於多合一功能的東西 今天也會來介紹我們一般的製程 我們會用到鑽頭螺絲弓以及導角刀 這個別的工具裡面 它個別有哪一些功能 也會做一個初步的解說 讓大家了解一下 以及說我們運用的複合式的公牙鑽頭 它到底有什麼樣的優勢 以及說它有什麼優缺點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並不一定 複合型它就一定是最好的 有時候反而是單一型 單一功能的會更好 這邊就看大家運用在哪些場合 這裡要怎麼去了解它 我們就去看下去 首先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那我們一般的製程會是怎麼做呢 假設今天我們有一個東西 假設是一個鐵材 然後鐵材呢在某一個部位 我們需要做一個螺絲孔的一個工牙 那我們會怎麼做呢 首先呢我們需要的是一個鑽頭 那當然我們的加工機呢 有可能是鑽床洗床等等的 那這邊就不另外探討 我們最主要來講解一下工具 那這裡一開始我們需要選用適合的鑽頭 那我們在工牙呢 有一些特定的一些鑽頭 那等一下詳細的後面會來稍微做個講解 那我們拿出了鑽頭 然後以鑽頭呢先鑽出一個洞 鑽完之後呢 我們再拿出了螺絲孔 螺絲孔呢 來做一個工牙的動作 那螺絲孔呢 它就會把我們想要的螺紋呢 給它工出來 當然螺絲孔它有一些做的程序 那這邊也是後面會稍微來做個講解 最後呢 我們來做一個倒角 要把毛邊去除掉 那這裡有可能你在鑽頭鑽完孔之後 就做這個倒角的動作 也是有可能的 那這邊呢 讓大家去了解一下 我們一般的製程是這麼做的 接下來呢 來說一下鑽頭的功能 那這裡如果對於鑽頭是比較好奇 或者是有興趣的 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那你會放上鑽頭的入門的一個認識篇 那你會講的更詳細 那這裡呢 我會講的比較大鋼一點 那鑽頭最主要功能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拿來做鑽孔的功用 有時候 我們可能螺絲呢 需要鎖孔的時候 我們一邊是公牙 那另一邊就是洞 那洞的地方呢 我們就是用鑽頭來把它挖一個洞 以及說我們在公牙之前 也會用鑽頭先 預鑽一個孔 然後再來進行公牙的動作 以及說 有時候呢 我們的物件 它的公差可能不是很好 那我們也可能運用會 用到這個鑽頭呢 來把它做一個擴孔 或是 裡面呢 有烤刀漆 或是有表面處理 導致沒辦法組裝 我們有時候也會用鑽頭 當然如果要準一點的話 有時候會用鑽刀 那這個鑽頭呢 其實也是大同小異 類似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這裡呢 讓大家去了解一下囉 再來呢 來簡易的說明一下 螺絲弓它的功能 如果呢 你對於螺絲弓呢 想要更進一步了解 或是有興趣的呢 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這裡會放上螺絲弓的入門教學 讓你能更清楚的了解 螺絲弓呢 要怎麼運用以及說收納等等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資訊 那這裡簡便的來說明一下 螺絲弓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當然要先鑽一個孔 那這個孔呢 你可能會好奇說 我們要鑽多大的呢 那如果有興趣的呢 一樣我會放在影片底下的說明 這裡會有一個方式 叫做異形孔精靈篇 那裡我們運用軟體呢 自動幫我們把 我們該鑽多大的孔呢 給它預留出來 我們透過這樣呢會更輕鬆一點 然後我們在公牙的時候呢 一般都是順時針往下公牙 那我們要相對的要逆時針退 退的意思呢 就是要讓鐵屑呢可以斷裂 要不然的話 我們螺絲弓 假設我們螺絲弓的尺寸比較小的時候 硬是把它弓下去 我們會發現越攻越緊 然後你硬把它轉下去 就發現螺絲弓就斷裂了 我們在公牙是最害怕的螺絲弓斷裂 如果它斷的時候還有一點點地方 我們可以夾出來 那倒還好 那如果斷得很平整的話 那就是非常難處理的 所以我們在公牙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盡量避免螺絲弓會斷裂 所以我們在使用的時候呢 步驟或是注意事項要特別的清楚 以及說它必須要做潤滑的 那詳細的一樣在影片底下說明 我們去看相對應的章節你會更了解的 那最主要呢 我們螺絲弓就是拿來做公牙 那這個牙呢 就是搭配我們要所附的螺絲 或是我們的原件 我們看我們的螺絲 原件是什麼規格 就搭配什麼的螺絲弓 那這裡讓大家去了解囉 接下來呢 是導角刀的功能 那導角刀的功能呢 其實很直接 它就是用來導角用的 那為什麼要導角呢 好像是如果我們要公牙的時候 如果有先做個導角呢 我們公牙一開始 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呢 是我們鑽頭 鑽完之後呢 就做導角 那這樣子我們的孔呢 會有一個導引孔 所以我們在用螺絲弓公牙的時候呢 其實會比較順暢一點 它會有一點導引我們的螺絲弓 到這個孔位 順利的公牙下去 當然還有另一種方式 我們就是 鑽頭鑽完之後 直接用螺絲弓公牙 那如果你有 嘗試過公牙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公牙過後 一般呢 我們在頭尾都會 多少都會有一些毛邊 那我們如果在用導角刀 上下把它做一個 鑽的動作 像這樣子把它稍微 繳一下 那你就會發現 這裡呢 它的鐵屑 或是毛邊 就不見了 所以最主要 導角的用意 在於說 去毛邊 那其實我們看到很多 像是 車床 車床是很常 看到有導角的 導角的用意 在於說 我們可以去毛邊 以及說 不要有銳利邊 會掛手 那這個其實在 機械架工裡面呢 導角是非常基本的 如果呢 你的 做的東西沒有導角 或是你的設計 沒有導角呢 這方面都是 算是比較不良的 那這邊要特別注意一下 接下來呢 要介紹的是 複合公牙鑽頭的一個功能 那其實呢 它的功能就是 前面三個章節呢 綜合在一起的 好 前端先做鑽孔 再來中間呢 做公牙的動作 最後呢 再來做 導角的一個去毛邊 好那這樣子呢 我們 三個動作 一隻刀具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我們在用 這種工具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換刀 一般我們都需要 換三次的刀具 我們只需要用這一隻 一次把它做完 好那這裡 你可能會好奇說 既然這麼方便 為什麼我們好像 很少看過 這類的刀具呢 其實呢 比較直接的就是 它的價格是比較昂貴的 然後再來呢 如果我們使用 複合式的刀具呢 一般 我們如果沒有使用過 是比較難入門的 好 像是 如果我們是個別拆開來的 一些刀具呢 它有單一的功能 其實它都是比較好入門的 好 像是這裡 如果呢 我們這裡沒有控制好 像它前端這裡是 好 是在做鑽孔的 好 需要同一個方向 那我們在公牙的地方 如果沒有控制好 有可能會崩牙 好 以及說最後又要變成 這個方向 好 同一個方向來做一個 好 排鐵屑 好 來去毛邊 好 那這裡呢 如果我們在 轉速 以及進擊率呢 好 一個不小心沒有控制好 有可能你本來是要公牙的 結果變成鑽孔 那那個孔就爆銷了 有可能你的零件就不能用 好 所以呢 並不一定是複合式的這個刀具呢 就是比較好用 我們還是要 依照我們的使用的環境 我們的需求 來選用適合的刀具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複合公牙鑽頭篇 那這裡呢 來講解一下 這個複合式的呢 跟單一型的它的優缺點 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複合型的這個刀具呢 它有什麼優點 我們想像一下 如果呢 我們今天有一個弓箭 假設是一個很大的平板 它的矩形的平板 然後這個平板呢 需要賺非常多的孔 然後每一個孔都需要做公牙的動作 那這時候呢 我們會比較適合使用這個複合式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 假設那個平板呢 我們需要公100個公牙孔 那我們100的公牙孔呢 每一個公牙孔都需要三個製程 所以等於我們要做300次的動作 那這樣是非常消耗時間的 我們在做機械加工的時候呢 時間就是成本 我們如果更換更多次的刀具呢 我們就要花更多時間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使用複合型的刀具就非常適合 它整整 理論上 它是會快三倍的 應該會再更快一點的 因為我們換完刀具之後呢 還要做其他的動作 那我們如果使用呢 這個複合型的呢 非常快速一次完成 那這裡呢 當然它有它的缺點 就是它的單一的功能呢 是比較不強的 假設說今天我們呢 需要做鑽孔的動作 然後鑽孔的時候呢 孔要比較深 那我們複合型的就不適合 因為它到後面就變成功牙了 所以它是不適合做這個動作的 那我們一般的鑽孔就非常適合 它有時候有一些加長型的 你要鑽很深都沒有問題的 再來呢 像是如果我們有時候呢 我們的螺絲的螺牙呢 有問題 想要用螺絲弓稍微把它尋一下 修整一下 那我們單一的螺絲弓也會比較合適的 如果我們使用複合型的話 前端它這裡呢 有一個鑽頭的一個刀刃 你如果沒有弄好 有可能反而把螺絲給傷到 所以這個複合型呢 也不適合 那再來 如果我們只是單純的 想要做一個去毛邊的動作 很多圓孔要去毛邊的話 那我們用刀腳刀也是比較適合的 像這裡 如果你想要用複合型的這個 刀具來做修毛邊 想必是不太容易的 除非你的孔呢 剛好符合了這個需求 剛好是這樣的一個尺寸 不然一般呢 我們使用倒腳的 倒腳刀呢 會比較適合 會更方便的 所以 我們來 這樣子來理解之後發現說 並不一定複合型呢 就一定是最好用的 我們要看場合 有時候複合型呢 非常好用 但是呢 單一刀具呢 它單一功能非常強 反而簡單呢 有時候會更好用的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拜拜